钻科艺术家游永瑶 从事钻科艺术已经20年了 她的作品受到了收藏家的肯定 其中又以客庄十二节庆 最具有代表性 而游永瑶其实是花了五年左右的时间 她是走访了全台的客家庄 参与每一次的庆典 并且把客家传统文化意涵 就记录在小小的印章里 今天感动时刻 我们要带你一块来体验这方圆乾坤 手中的雕刻刀来来回回 一笔一画仔细雕琢 她是钻科艺术家游永瑶 一双巧手展现出钻雕之美 游永瑶对作品的讲究 可不只是在创作的过程 所以我们在玩印章 刻好的钻刻章 要印在纸上 也得小心翼翼让墨色均匀 每个环节都不马虎 展现认真执着的客家本色 游永瑶是云林轮贝客家人 1950年出生 1950年出生 14岁到台北打拼 做过面包学徒送货员 后来跟随名家学习书法 从事钻科艺术20年 作品受到收藏家的肯定 客家枪戏 礼语 精神 幻化成文字艺术 在游永瑶众多作品当中 这一套客庄十二大节庆 最具代表性 苗栗棒龙东式新丁板节 客庄节庆记录在小小的钻刻章上 游永瑶花了五年的时间走访全台客家庄 记录所见所闻 像是凭证彩接嘉年华 还有台东毫米记 作品当中也结合了他的新创意 嘉年华部分就跟他稍微有一点感觉 就是有一点比较活泼一点的 设计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 这样在整体的感觉 他又有一方面又比较好玩一点点 游永瑶在每一个印章中 都灌注了对客家的热情 我融入他的感情 融入他的那个 丰富的 比较丰富的那个含义在里面 都有感情在 所有人家 你讲说买卖实在是真的舍不得 我总共 走访故乡 游永瑶兴奋地介绍一景一物 你会讲客话吗 会讲客家话吗 某问题就是没问题 我会讲客家话 就客家两个字 客家风情成为他源源不绝的灵感来源 怀抱着这一片乡土情怀 游永瑶希望将客家文化精神 透过钻科之美渊源流传 一小块方圆 游永瑶仔细雕琢 要刻进最新的客家精神 要展现热闹的客庄洁庆 直到白纸上烙印鲜红一抹 让你我体会感动时刻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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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